伊斯兰刑事法的课题又再成为了我国的焦点 那国会目前已经批准了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的要求 把伊斯兰刑事法私人法案的课题呢 斩写到国会下院10月份的会议才来辩论 虽然首相纳吉在第一时间已经跳出来澄清说 这是一场误会 哈迪阿旺所提成的议案只不过需要加强现有的刑罚 并不是真的要落实伊斯兰刑事法 但是这项课题呢还是掀起了千层浪 除了国政成员党里面已经有五个部长 四个副部长群起抗议 动言如果伊斯兰刑事法真的通过的话 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辞职之外 另外也看到很多的县市议员 华团商团都站起来反对 甚至来自东马的部长都说 如果法案通过 东马将会考虑脱离大马 虽然伊斯兰刑事法这项议题已经多次引起了争议 但是这次国政内部的反对是特别激烈的 这主要是和巫统放行有关 当国政允许哈迪提出个人私人法案的时候 已经违反了国政政策 今天我们的反应那么大呢 是因为他没有尊重各成员党的反对情况底下 依然去进行让哈迪来提出这个私人法案 根据回调法指下的鞭打的次数提高到这么高的时候 那他就是变向了其中一个异刑法的自行当中了 虽然还没有去到说丢头啊 或者砍手砍脚 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刑法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一步一步 奈向异刑法的第一步 异刑法对党的人士就说 伊斯兰刑事法在这个时候提出 主要是为了来临的双补选 要转移国民对于国内丑闻的焦点 张胜文就说呢 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显 就是要巩固马来选票 但是这样的策略张胜文认为是错误的 因为呢 不管在任何的选区 单靠单一族群或者单一宗教的票源胜出 不太可能 另外也有评论分析指出 巫统和伊斯兰党是想要借这这项议题 为以后的结盟来铺路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以后会不会进一步侵蚀 非穆斯林政党在我国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呢 如果这两个党真的有一天 有共同的议程的话 那我们所有非回教的政党 一定会全面的反抗 当然当中也可能 去到会破坏整个国阵内部的这个团结 甚至瓦解国阵也说不定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个课题上不能够完全以政治操控的这个模式来进行 还得要想一下整个国体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世俗国 伊斯兰形式法这种神权统治 明显的极端和违反宪法 就如马来西亚组织G25所说的 无一合作这种危险游戏 不是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承担得起的 疫情事法浮面 无一合作露宪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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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